大街上上演警匪追逐 突然碰一下骑士自摔 远警一个飞扑歹人 原来是骑士闯红灯被抓包 油门催泪跑给警察追 一路蛇行狂窜左右乱晃 逆向狂冲还回头摇手 不知道是在请求别追了 还是再挑衅 逃了三公里后 嚣张回转摔了一大跤被拦截 沿途任意违规 共举发18张罚单 男子违规据检 骑车一路乱闯 闯红灯逆向 没戴安全帽还无照 被开了18张罚单 挨罚最高13万得不偿失 骑士欢不择路惨摔喷出去 原来是他当着警察面逆向左转 不服蓝茶狂飙想逃 却摔得惨兮兮 跑成这样居然是藏毒心虚 沿途违规逆向 丢弃可疑的白色粉末 丢弃的物品是海洛因毒品 吓到腿软 抓毒品出动一堆警察 把男子团团包围 也引起民众围观 其车不遵守规则 嚣张当警察面前乱闯 被抓包还想跑 惨自摔狼狈落网 让人直摇头 记者张春华 賴冠章 综合报导